近期中方针对自澳进口的多种商品 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对此澳贸易部长博明汉近日表示 是否坐到谈判桌前进行对话 求在中方一边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责任 在澳方澳大利亚应该认真反思 回顾过去几年的中澳关系 澳大利亚国内一些人 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更多的是中国发展为威胁 并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涉华错误言行 这才是导致中澳关系急剧下滑 并陷入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 赵立坚指出澳方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屡屡在涉港涉江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采取错误言行 包括多次在人权理事会等场合 就涉江问题挑选或参与搞针对中国的共同行动 高调干涉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为台湾企图挤入世界卫生大会 站台说相 这些做法都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 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 赵立坚指出 澳大利亚率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5G网络建设 多次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否决中国企业赴澳投资 对中国驻澳媒体记者进行任意搜查 澳大利亚就疫情问题大搞政治操弄 推动所谓独立国际审议 严重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 上述中澳关系时间线和是非取值十分清晰 澳方应当对此予于正式 认真反思 而不是倒打一耙 甩锅推责 赵立坚最后指出 中澳关系现在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而责任完全不在于中方 希望澳方能够客观理性地 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能够多做有利于促进双方互信 有利于促进双方合作的事情 总谈杨士记者 北京报道